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你共享生活品味 欢迎收听FM98.1 News98 酒吧新闻台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酒吧行家品味 我是佳玄 我们上次邀请到段畅文老师来和我们分享 该如何节制自己的花费 来赚取自己的低桶金来投资 那我想请问段老师你觉得 当我们现在有了低桶金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去运用这一笔钱 来规划自己的投资工具呢 好那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当然佳玄他是这个不是月光族 当然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说 这个现在所有很多的年轻人 还是都是月光族 那当然都还是要把先把自己应该花费的 就是有一些这个非必要的支出 要节省下来 那这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说 你想要理财 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节制自己的花费 让自己的生活非常拮据 当然这样子是不好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为了生活 为了要改善生活而工作 而不是说我们为了要生存而工作 我们要为了要生活而工作 切记这件事情 大家都是为了要让自己的生活更好 而才去工作 才去赚钱让自己的生活改善一些 那你如果说要让自己拮据 这个让自己的生活非常的困顿的话 那当然我是建议这种理财 当然就不叫做理财 所以你要理财之前的话 非得要有钱 才有办法理财 所以如果你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未来想要理财 或者是改善自己目前的生活 更大的话 那你就要让现在的一些不必要的开支 把它节省下来 先存第一桶金嘛 对不对 那存完第一桶金之后的话 我就建议说 你要存到多少钱才叫做一桶金呢 这个应该来问一下我们嘉选主持人 你是说该怎么 就是这一桶金 存到这笔桶金 我可以去投资理财 应该是说 你觉得一桶金要多少 你才可以去理财呢 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我现在身上有个十万 我就可以去投资理财了 当然我每个月还是要继续去存钱 没错 所以有很多的陷入一个 比方说像很多网络的文章 或者是书本介绍的说 一块钱也可以理财 很多的理财书籍都告诉你说 一块钱也可以理财 现在变成说有很多银行 他连一块钱 就是一块钱美金 也可以买基金 一百块钱就可以开户 可是天哪 大家都想一件事情说 为什么这些号称说 一块钱也可以理财的 都出自于哪一种机构 银行吗 对啊大部分都是金融机构在发出这种讯息的 要不然就是一些有关于有行销行为的一些广告 所以大家如果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应该就可以理解说 你觉得十块钱可以理财吗 我是认为没有办法理财 那你觉得五万块钱可不可以理财 我是觉得也可以理财 但是问题在于说你下一个五万块钱是什么时候可以入财 这很重要 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比方说你现在五万块钱 你去买了一档股票 可以买到股票想必都是低价股 其实这种低价股的话 应该都属于比较高风险性的股票 真的吗 对股价比较低的通常都是风险比较高的 所以我也不建议说你五万块钱就可以进股票 其实这五万块钱你如果进股票的话 我们就要想一件事情说 你下一笔五万块钱你认为会什么时候进来 如果你这个五万块钱是花了十年时间才存够的话 那你岂不是下一笔五万块钱进来是在二十年之后的事情 那太久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存低桶金的意思的话 其实以前就是类似比方说书籍上面都会写一百万 对 其实现在应该要涨到三百万了 其实我们上一集应该有提到过 那如果你存够了低桶金之后 那你要怎么样子把这一桶金放入可以帮你赚钱的这个资产上面 那这个就要思考到说你是不是有时间去理财 那我们问一下我们主持人说 这个你到底有没有时间去理财 你是说有没有时间去了解这些投资那个理财的工具 我自己是不太想要花太多时间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市场上面最近就会有一些书籍出来 比方说无脑投资的要不然就是我非常简单 用一个工具就可以赚第一桶金的 这样感觉很容易被骗 是啊 没错 所以每个人都想要非常简单的一种工具 就可以赚第一桶金的 其实这种都掉入这个广告陷阱了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没错 如果每一个人都非常简单都可以赚到一千万的话 我想现在也没有人要工作了 对真的 应该也没有主持人在 我想这个连营业员也都会不在 股票营业员 因为每一个人都非常简单的都可以用一种方式就可以理财 都可以赚到一千万的话 那岂不是我们台湾可能现在不是低薪 是高薪 而且这个薪资是靠理财而来的 所以其实还是要做功课 没错 所以学习是第一大的一个理财工具 而不是靠机器人理财 所以我想这个听众朋友 如果你想要理财的话 其实要找的 也就是说 先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到底有没有时间理财 再来是问说 纵使你有时间可以理财 那你有没有能力可以理财 所谓的能力是指 有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吗 其实经济能力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符合一个条件了 你已经有一桶金了 对 那你已经有一桶金 你想要把这个一桶金放进去 放进去 这个可以帮你赚钱的资产上面 那要怎么放的问题吗 有没有判断的能力 对对对 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去理财 如果没有能力 也没有时间的话 我会建议说 你应该找那些比较风险 比较低的资产 把你的低桶金 先陆陆续续的 放进这些资产 再进一步观察说 半年一年之后 到底有没有帮你赚到一些钱 如果有的话 你再继续把你剩余的那一桶金 陆陆续续的放进相类似的资产 这样子可能对初步理财的人 会比较有保障 可是段老师我想请问 我光是存到第一桶金 其实就有点困难了耶 那我在存到第一桶金之前 我也可以理财吗 其实这个就陷入一个问题 有很多人认为说 我把钱放进银行 摆定存 这个是不是理财 我觉得不算 其实这个定存也算是理财 真的吗 对没错 其实很多人都把定存 这个忽略掉 其实在理财的资产配置上面 银行存款也是其中一个项目 可是它利率很低耶 没错 但是你想想看 利率很低 相对的它有保本 对 但是如果报酬率很高的 相对的它很不保本 今天如果你为了那个10%的报酬率 你进场买了股票 结果它跌掉20% 那你大家会觉得说 那你现在是赚钱还是赔钱 赔钱 是啊 那相对于另外一个人 如果把原来的钱 放在银行里面去 他还保本 而且至少有一年 有一%的报酬率出现 所以这个就是在于说 你到底有没有保本的概念 或者是说 你有没有风险意识 那当然很多人都想赚钱 想疯了 当然大家都想要找说 我没有办法找到 翻一倍的资产 天下没有白吃到午餐 这个每个人都想要找的 这个资产的工具 所以如果纵使你有找到说 翻倍的资产的话 其实别人早就先买了 轮得到你吗 其实如果这个就是 我们时常在讲的 就是市场原则 什么叫市场原则 也就是说 你也用同一套工具 我也用同一套工具 大家都去买同样的资产 那你觉得这资产 未来的价格会怎么样 绝对会被大家炒高的嘛 对 那炒高之后 你在进场去买 那你会不会掉进最后一只老鼠啊 也非常有可能啊 因为大家都 其实在股市中的老鼠都绝对经历过说 你可能买股票的时候 绝对都有可能买到最高点 卖在最低点 所以根据我们这些 这个我们看的一些 食物上面的一些经验来 市场上面 纵使股市老手 其实他亏损的几率也很大 所以大家要谨记一件事情 也就是你如果是投资出手的话 建议还是不要把钱先搬进股票市场 等有熟悉能力之后 或者是说你有把握某一档公司 他可以获利 或者是他绝对在五年或者是两年 可以有报酬率出现的时候 那这个我才会建议说 你是可以把这些股票 可以把这些钱放进这些股票上面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来听段老师怎么说 欢迎回到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酒吧行家品味 我们今天我们邀请到段老师来到现场 和我们谈谈社会菜鸟该怎么样理财 那我想请问段老师 如果我现在先不要把目标设在那个第一桶金好了 如果我现在有十万 那我该怎么利用这十万块去让他增值呢 譬如像我身边同年龄的朋友 有些人去买储蓄险或者是说 我妈妈会叫我去买一些金融股之类的 那我该怎么样选择我的理财工具 其实大家应该要了解一件事情 市场上面如果你可以找得到高报酬的 其实风险都非常高 那大家还要理解一件事情 风险高 这个是学术上面定义的一些名词 所谓风险高就是波动性大 也就是它一涨一跌 那跌下来 那大家就亏损了 食物上面风险高 我们称为说 哎呦你亏钱啦 你亏钱就是风险大 而不在于说波动大 所以如果你找到一个高报酬的商品的话 其实大家都还是要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本金会不会亏损的问题 所以我们回到一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你要存购一桶金 比方说是一百万的话 大家想想看说 现在才十万块 要到一百万起司还要十倍 对不对 如果一倍才二十万嘛 对 那二十万再一倍的话 那四十万 四十万再一倍的话 那就是八十万 八十万再一倍的话 那就是第五次的一倍的话 所以我们要找到资产要翻倍的话 其实大家 你觉得应该要几年 我觉得要几年 对 你觉得如果说比方说 大家都认为说 我一百万要赚一百万有点困难 但是如果十万要赚十万 似乎好像有点简单是不是 相对 自己觉得相对 因为大家都犯了一件事情 就是小数跟大数的问题 那个数字很小 大家都觉得说很简单 比方说你现在新台币一块钱 要赚一块钱 大家都觉得非常简单 对 但是如果那个一块钱是一万块钱 可能还可以 但是那个一块钱 如果变成是一百万 要赚一百万的话 大家会觉得非常困难 其实这个基本上 就是跟报酬率有关 这个一块钱赚一块钱 不就是百分之百翻倍吗 对 一百万赚一百万 也是翻倍 也是翻倍 一样的 其实一亿再赚一亿 也是一样是翻倍 可是那你的本金要比较大 对 所以大家 我现在是要比较 意思是说 假设好 我们说一块钱再赚一块钱 这是要翻倍 就是翻倍的话 有一个非常好的计算方式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一个法则 这个法则是七二法则 七二 听过 可是我不太清楚内容 所以七二法则的话 就是比方说 你的报酬率 你可以找到报酬率是10%的 那你就用72除以10 72除以10的话 大概7.2 那如果7.2的话 那就是代表说 你找到10%的报酬率 你要花七年 又7.2年的时间 才有办法 把你的本金推向一倍 所以这个等同 比方说 现在市场上面 你能够找到10%的报酬率的话 那你要花多久时间 才有办法 让你的本金推一倍 也就是一块钱 新台币一块钱要赚到一块钱的话 要七年多的时间 好久 对啊 所以这个七年多的时间的话 而且这种报酬率还在10% 你想想看 现在台股的报酬率平均而言的话 平均 大概也就是10%左右而已 那如果10%而言的话 你其实是要花七年的时间 但是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就是 其实这个是单例计算 那你要想到就是复利计算的可能性 所以 你要存一桶金的话 其实大部分 大部分的人啊 都还是先靠薪资 靠劳力赚的一桶金 对 顺势再慢慢的培养自己的理财概念 让未来自己有办法翻倍成长 所以翻倍成长的话 那我们不要求说五年内就要翻倍 但是如果你可以十年内翻倍的话 如果你存的一桶金是三百万 那假设你找到的是10%的报酬率 那你在7.2年之后你就有六百万 哇 好 那我们现在数五看哦 我们用简单话来看哦 七年就好了 如果你进入就业市场是22岁 嗯 22岁你存五年 哦 如果有一百万 22岁存五年 那可能你家里要住台北 对 你要住家里哦 哦 假设啦 我们说假设22岁的话 你存五年 27岁 你有一百万 好 那你找到了一个 一个商品哦 你很勇敢的进去投资 那这个投资商品是10%的报酬率 那你岂不是还要在七年的时间 嗯 那你七年的时间是34岁 34岁会有两百万 嗯 34岁会有两百万哦 对 那你在七年的时间 那就是41岁会有四百万 嗯 在七年的时间会有多少 48岁 对 会有多少 刚刚是七百万吗 七百万 刚刚是随便一千四 一开始是一百万嘛 对 再来是两百万 嗯 再来是四百万 嗯 再来就是八百万啊 对不对 哦 所以很多人 如果说你的资产 是不可能会是说 一开始才只有那一百万嘛 因为你还 因为你的一百万 是用薪资在赚的啊 嗯 所以你薪资赚了五年之后 如果一百万 你在五年之后 应该你的薪资不动的话 你应该还会有一百万 对 所以你再跌 你再跌进来 再拿去做投资的话 你应该不止八百万 应该会再翻倍了 嗯 因为大部分理财的资金啊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薪资嘛 对 所以你如果打带跑的观念 你把薪资 先第一桶金 先放进去 先放进银行 慢慢慢慢的存 存到第一桶金 满了之后 才进去理财 你的翻倍概念 才会出现啊 因为你用一块钱赚一块钱 就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讲的说 一块钱赚一块钱 大家都觉得非常简单 这没错 问题是你那一块钱赚一块钱 是用什么赚的 你是用劳力赚的 还是用理财赚的 你用理财赚的话 用一块钱 新台币要赚一块钱 那可不是这么容易 跟一百万要赚一百万 其实它的容易度是一样的 那感觉理财的话 这样本金要很大 你才可以赚比较多 对 现在有很多的理财的一些书籍 或者是理财的杂志 都会建议说 你可以定期定额 其实定期定额 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不建议说 你生活如果有压力的人 我不建议你还是做定期定额 为什么 因为定期定额的话 你下个月还要扣五千 那你在下个月你还要五千 你每个月都为了那五千块 在那边招肿 是不是会非常累 所以你的生活会非常紧张 所以是不是你要让自己的生活 比较过得比较轻松的话 是不是先存购一桶金之后 我们再来思考说 你到底是不是要翻倍的成长 那你的翻倍成长 要花多久的时间 例如说你找到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报酬率 每年可以提供你10%的话 那这样子你可能就要花 7.2年的时间 会让你的本金翻一倍 这本金翻一倍7.2年 问题是你这7.2年的时间 有没有在赚薪资 有没有薪资的增长 有啊 有啊 所以说你是不是陆陆续续的 也可以把你薪资放进去 原来10倍 10%这个报酬率 这个商品上面也陆陆续续的在增长 所以我大致上建议说 你如果一档金的一些新鲜人的话 那你可以先尝试从ETF下手 例如你在台湾开的户头 那你可以买台湾的ETF 那台湾的ETF大概最夯的 大概就是0050的 对 那如果说你再进一步的话 你想要赚股息的话 那你可以买0056 那当然这些是以台湾的商品来去判断 那如果用国际上面的商品来判断的话 我是比较偏好S&P500的ETF 因为它成长力道是比台湾还要多上好几倍 所以如果再有时间的话 那你如果有能力 那我是才会建议说 你可以从股票下手 那股票的话 当然我们主持人 他目前持有的是金融类股 那当然他的偏好是认为是说 殖利率比较高 其实现在殖利率高的不在于金融类股 其实你从网络上一搜的话 应该都知道今年的殖利率最高的 其实也不是金融类股 那如果你要买殖利率高的股票的话 建议也是从0050里面的成分股去着手 那适时的介入储蓄险 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了 所以段老师觉得储蓄险跟股票是可以并行的 对对没错 但是如果对出入手的一些新鲜人的话 我是建议你真的要存股 先从ETF开始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段老师和我们分享 谢谢 社会菜鸟的理财术 谢谢段老师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